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录制的节目的话 其实是延续之前所做过事情 一种公共服务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学校 坦白讲大一跟大三的课程里面 尤其当然现在是只有大一 其中有一部分学生的功课 就是让同学去进行一些英文口说 那英文口说的进行的方式很多种 其中一种方式是 要做简短的英文的自我介绍 所以David老师 你们班上的同学 在进行英文自我介绍的时候 常常会有哪些困难呢 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们学校的校民到底要怎么讲 这是很老我的一件问题 可能有些学生就直接讲南泰是不是 不会他们就是会觉得就是 不会讲 然后而且你跟他讲正确答案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困扰是 怎么这么长 对他们怎么会觉得这么长 对他们会觉得一定要讲完吗 不能讲什么 STVST就好吗 没有人会讲南泰 他们就会讲STVST 这是个好问题 你在他们不管是自我介绍或是别的简报 他们在讲到南台的时候 你会希望他们怎么 你会怎么告诉他们怎么表达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因为我们不是哈佛 我有跟他们说 说如果你今天是哈佛 或是MIT好了 对那你说MIT人家知道是什么学校 那我觉得如果因为我是期望他们以后会走出台湾的 那你到国际上你告诉别人我是STVST 虽然这样不太有点悲伤 但是我说真的我不觉得 有非常多的人会马上知道说 Oh I know STVST That's南台University right 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会讲你的全名 对通常最低限度第一次的时候 至少在简报第一次要把全名给讲出来 对对是 所以有时候说常常真的会有一种事情 然后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很多同学不管是自己的科系名称 然后或者是说学校名称 乃至于他修了什么课的名称 要去怎么用英文表达的时候的话 他们几乎很直觉性的 就是把那串中文字丢到Google翻译去 对但是问题是坦白讲 你觉得这样的解决问题方法有什么问题 就是每个学校可能对这个翻译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那 所以坦白讲有可能搞不好他翻译的结果是正确 但并不是标准版本就是 对不是我们想要用的那一套 所以换言之其实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 就是去英文网页看就有啦 干嘛自己那么辛苦的翻译呢 去官方网上看是最精准的做法嘛 是啊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工作是说 因为上次我已经录制过一集的Podcast 是介绍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我们学校里面所有的科系的 萤幕名称是怎么讲 包括学院啦 但是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看一下萤幕右上方的推介影片 或是看一下我们影片说明之前别提的Podcast 那一次其实我有注意一下 像Jason还有把我那段影片放到 智语中心的网页上 对因为我想说那个部分 使用率还算是真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今天我们要录制的部分是 上次的那个影片的补充包 原因是因为上次我少考虑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学校除了科系以外 事实上很多科系下面有分一些组别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时候坦白讲 哪些组别是哪些组别 其实连我们这些教英文课老师 都已经搞到很混乱了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专业的那个领域的部分的话 那你不会知道有些字在专业领域是怎么使用的 所以我觉得同学这个部分对你们也是很重要 以后如果说你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那你要去跟别人介绍我是哪一个专业的 我的profession是什么 那这个时候这一个这一集就非常重要了 而且你不只是要讲得出来 而且你还讲得非常顺非常笃定 对 是啊 听起来就有专业的感觉了 所以南来科技大学的英文怎么说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right 所以我们学校是有科技跟科学跟技术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 All right 好 那今天我们学校里面的科系里面拥有这些 就是大科系下面的小组别的科系 看起来一共有一二三四个 以前是电子系也有 但是现在电子系的组别都已经全部变成电子仪甲 电子翼电子翼一柄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样子分组了 所以那我就把电子系的部分先跳过去 那我们会遇到的话是工学院有机械系 以及电机系的部分 那如果是三管学院的话 事实上是工管系下面会有两个组别 以前是三个组别 现在是两个组别了 然后很混乱的是真的是很混乱的是四川系 所以数位设计学院的学生的科班级名称 常常是真的 因为我是常常也负责大二大三的数位设计学院的科系的科 但是常常他们的分组真的对我而言是乱到最高点 心中有秩序你知道吗 就是后来其实我们刚刚两个在闲聊的时候的话 也终于搞清楚说 像我常常会问学生说 产色跟创色到底是谁是谁 对 因为好像有很雷同的名字 名称很像 名称很像 后来发现原来创色是四川系下面的一个组别 而产色系是产色系嘛 所以产色跟创色是不一样的 好吧 总而言之我们今天要先从工学院先开始 那请一下那个Javier老师 我们的工学院的话 重新再温习一下工学院的英文名称怎么说 College of Engineering 好 所以因此我们常讲的college这个字 是上其中一个定义叫做 就是学院 对 所以College of Engineering Engineering就是所谓的工程嘛 对不对 听起来这个名称听起来很高大上 Engineer听起来就很厉害 听起来就很厉害这个感觉 好 那如果说是 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叫做机械系 机械是machine 那是不是叫做 Department of Machine呢 好像不是这样子 嗯 那我们再重新讲一下机械工程系 英文名称叫什么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好 那请问一下什么是mechanical呢 就是 机械方面的 嗯哼 跟机械跟机器有关系的字 ok 所以的话他们的Engineering 就是跟机器有关的工程嘛 对不对 对 好 那请问一下你知道说 机械系下面有几个组别吗 我真的不知道 好 因为以前我也是负责排课啦 还有因为我负责全校的编班 所以其实 呃 听到这个字可能有人听说 李老师负责学校编班 可能有人听到拳头都印起来了 ok 原来就是你 原来就是你 好 呃 我 呃 题外的话 我常跟别人讲说 我是全校仇恨值第二高的行政人员 呵呵 因为我负责的业务叫做外语能力检定 对 但是第一名我永远无法超越 你知道第一名是谁 不知道 第一名是劳作教育 啊 那个我绝对无法超越 呵呵呵 我 我们改天来录制一集podcast 来讲劳作教育算了 ok 因为你不会害人家要8点 6点就起来 7点就起来 呃 不太会 啊 no 对 不太会 好吧 回到地球 好 机械系下面有三个组别 一个叫自控 也就是所谓的自动化控制组 另外一个叫做奈米 嗯 对不对 奈米这个名称常常会被当成梗 ok 他们叫做 后来我到昨天要去准备这集podcast 去看一下官方知道的时候 原来我才知道原来奈米仪甲 或这样的组的话 原来它的名称叫做微奈米基数组 啊 真的啊 叫做微奈米基数组 你以前有听过这个名称吗 没 对 所以奈米又变更小啦 你以前以为奈米已经很小了 嗯哼 但是也许奈米可以更小 真的齁 我不知道 真的吗 所以你知道那个音乐叫做音乐嘛对不对 那很短的音乐叫做微音乐嘛 那电影是电影对不对 那如果很短的电影叫做微电影对不对 那李安拍的片子 如果很短的话叫什么 叫微李安 这个有好笑哦 这个我不大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 大家可以先停下影片想个20秒 没关系没关系 上课都会鼓励学生 稍微的鼓励叫做微鼓励 对 好 那我怎么一直在插题呢 因为你的来宾也是不震惊的 好 会比较divert 没关系 李老师本来就是属于当然有点过洞的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说自动化控制组这一组的话 以上我所找到的名称都是来自于官方网站 如果今天是让我自己直接用字典去翻译 我可能不见得会叫这个名称 我说真的 但是没关系我们尊重官方网站上的名称 因为你的毕业帧数上会这样子打 对 所以坦白讲你不要乱写哦 因为要不然到时候人家会不 你会看到你的文凭 跟你的 字专上面写的字是不一样的话 这是不OK的 对 好 那请问一下自动化控制组 那机械系的官方网站上他们写什么呢 我可以先请问一下 我们组需要加个division那个字吗 他们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写group group吗 他们大部分都写group比较多 G-R-O-U-P 好 所以组别要用group这个字 是 来 那我来念咯 字控 automatic control 好 automatic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动的 其实在一般我们学过的英文字里面的话 auto这个字通常是代表self 自己 叫做self 所以automatic的话这个字就是动的意思 所以你看像animal animal就是会动的生物嘛 真的啊 对啊 animal会动动生物 所以 那请问一下我们常知道的atm的话是什么呢 automatic tailor machine tailor就是银行的行员 所以叫做有人讲说那个叫自动跪远机 我每次想到吃的东西叫跪远 跪远 自动跪远机 它也不会掉跪远出来 它只会掉钱钱出来 比跪远更好 没错 有钱钱就有跪远 有跪远不一定有钱钱 好吧 那叫atm 那control的话叫什么呢 控制 就是控制 automatic control 叫做group 就是所谓的自动控制 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在介绍的时候的话 萤幕上我会把机械系的英文网站 把那个QR Code放在萤幕上 如果各位大德的话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 就是欢迎连到机械系的英文网站上去看一下里面的描述 有空去看一下自己系上的英文网站好不好 真的连自己家里面的英文网站都不看 觉得有点不给面子 对以后写字段会很好用啊 是是是是 其实自动控制的话有另外一个字 那个字还比较能批的字 叫做cybernetics CYBERNETICS CYBERNETICS 这个字的意思是控制学的意思 控制的一个科学叫cybernetics 所以后来等到到自动化的世界以后 包括一些网路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非常多的网站 或者是非常多的名字都会写cyber CYBER这个字 基于cyber这个字就是表示控制 但是一般讲都已经被当成 像有些人的话 好比说有人叫做 那个我的英文名字叫Richard Richard这个字的昵称叫做Dick 对不对 所以的话有些人的话 会在自己的网站名称叫做CyberDick 所以等于说Cyber这个字 通常隐称成是网路上的字 对对 CyberBuff Cyber什么东西 对CYB 这个字是额外的 好 第二个主别叫做奈米 不是奈米 叫做为奈米 刚刚已经为了大家翻天 为奈米技术组 好 那为这个字通常我们会怎么讲 Small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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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专业一点 要高大上一点的字 Micro Micro OK好 微软的为是吧 对 微软就是Microsoft 有一点软这样 不好说 画到这里为止 要不然我们这集可能会被下架 对 对 然后呢 如果奈米的话叫什么呢 Nano OK 平时一个奈米叫做Nanometer N-A-N-O-M-E-T-E-R 那个字是奈米的意思 是 所以通常大部分人家说奈米技术会叫做 怎么说呢 Nano technology 是 Nano technology 就是所谓的奈米技术 大家打在萤幕上 所以也就是说 微奈米技术组的话 整个完整的名称的话 后面再加个group嘛 请问一下该怎么念呢 Micro Nano Technology Group OK 好 记得 如果各位那个奈米组的同学的话 你们想知道你们系上的名字怎么念的话 把倒回去刚刚一琦老师那个念的那个 因为我要请他重新念一次 要付他一万多块 因为他重点费很贵 OK 所以他 他说他只念一次 OK 等一下记得倒回去 听他 对 找一下在哪里 对 稍微 好 那 后来我仔细看说原来我们的车辆不只叫 The Group of BUBU 不是 OK 叫做先进车辆组 听到先进这个字就很厉害了 对 先进怎么说 先进叫做Advanced 好 Advanced 平时的话我们的那个课程名称 如果是Advanced的话 就表示什么 进阶的 是 进阶 那车辆为什么不叫Car呢 车辆是BUBU还是Car呢 还是Toraku 还是Auto 好像不是嘛 对不对 德文的话叫做Advanced Auto 是是是 所以呢那他们他们的真正我们学校里面所用的车辆组里面的那个字叫什么呢 叫做VHICLE 好 VHICLE VHICLE 这个字事实上是泛称所有的载具嘛 对不对 对 所有的载具 中载的那个交通工具叫载具 VHICLE 所以多半很多的那个叫做很多很多的缩写的V的话事实上是有载具的意思 好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组别的名称的话叫做什么呢 Advanced Vehicle Group 请记得请他念一次要一万多块 所以很贵 真喜听 对 听不懂的人请倒回去 OK 好 那我们重新复习一次 等一下我要花了三万块的成本 请我们老师把这三个组别念一次 第一个字控怎么说呢 Automatic Control Group 好 那以及奈米呢 Micro Narrow Technology Group 以及车辆呢 Advanced Vehicle Group 好 那机械系你们这些机器人 大概就到这个地方 我顺便多提一下 是 有一个字叫automobile 对 对不对 对 Mobile 是什么意思呢 或是有念mobile mobile mobile 我不是很确定 是车辆的意思 mobile 这个字是行动 行动 所以如果auto 是self 所以自己会动的车子 所以日本人他们称之为自动车 就是所谓的自动车 OK whatever 所以那个手机有一阵子也叫mobile phone 因为是可以带着走的 所以台湾话的autobike 是什么意思 autobike 就是autobike 对 autobike 就是那个autobike autobike 机车这样子 那摩托车的摩托这个字是来自于哪个字 motor 对嘛 motor 就是马达嘛 对 马达 所以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是把英文学好你就会知道很多中文字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台湾很多台语话是从英文来的 但是问题是很多的英文 应该算是日文 对对对对对 台湾很多话是从日文过来的 但是那些日文是事实上英文过来的 就是日本人发英文的结果 对 就好像说那个罗奶妈 什么叫罗奶妈呢 doraiba 台湾人都念doraiba 事实上日本人现在是那个doraiba 事实上英文里面是什么呢 driver嘛 screwdriver 对 screwdriver 对日本人倾向会把英文用日文发音 然后只念一半 我会这样跟学生讲 真的啊 所以像那个以前有一个我在看日剧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是没有学日文的 但是我看日剧的时候我发现 比如说性骚扰怎么讲 性骚扰的英文叫做sexual harassment 然后日文叫做sekuhara ok 就是sexual sexual 你知道吗 酷嘛 然后念一半 harassment hara man也不见了 所以sexual 就是性骚扰的日文 是是是 因为你听不懂 你可以试试看 一样啊 一样一样啊 像以前在我们研究所时代 有一个乐团叫做dream come true 对 对对 然后日本话也叫dorikomu 对啊 dorikomu dorikomu 很长嘛 对对 komu doru 很长 对对 所以他们做自己的 就一半就好了 dorikomu 就好了 对 好 回到地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提到的工学院的 第一个科系是电机系 他们名称也是很高 高大上叫做电器工程系 对 事实上你如果只看英文名称的话 我真的搞不清楚电子系跟电机系 他们都叫做double e 对 对好 这是题外话 总而言之 真的耶 他们长一样耶 因为电子系他们叫eECS 因为就是电子系跟computer science 但是结果等于是说电子系 他可能觉得他们多碰到一点电脑上应用的东西 但是电机系的话 在电路层面上的东西 他们的名称 记得一万多块 一万块 好 一万块的电机系的系名称 请麻烦念一下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好 那什么是electrical呢 跟什么相关 跟电有关系的 是 那右边的engineering就是 一样是工程 工程 所以换言之 电机系在电的东西都是 都是跟很多东西跟电有关系嘛 跟电有关系的机器吧 是 所以电机系的学生最怕欠电这样 他们应该要很多爱 真的喔 自己要能发电才行 是是是 好 那电机系的话 分为几个主别你知道吗 目前目测看来又是三个了 OK 就说以前拍课的时候 以前那时候空精 这个这个这个主别出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玩 然后现在说 空精好像他们很会抗争是吧 空精三甲 我没有想过这个谐音诶 糟糕 你真的好厉害 以后要去立法院的时候的话 应该找我们空精系的 对 对 好 我们的电机系有三个主别 这个没有冒犯的意思 因为我是根据官方文章上面写的顺序 所以不代表它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重要性 就是把官方文章上列出来的 名称顺序列一下 是 第一个是e电 第二个叫做电支 第三个叫做空精 对 好 好 跟你讲说他们系上所研发或是所制造的东西 就是一些跟医疗有关的 对 医疗器材方面的 嗯 那我想请教一下说既然讲生医了嘛 那 这个就不是官方名称了 那生物学的英文该怎么说 Biology 是Biology Bio means life 对 It is life 所以因此你的自传叫做你的传记叫做biography biography 对 就是biography 为什么 因为graph就是文字图形 对 利用文字图形去描述你的医生叫做biography 前面再加上一个字集就是autobiography 所以叫做autobiography 好 所以因此如果说我有去查过了 生医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怎么就会把这个字给组出来 叫做bio medical medical 对 所以一切老师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 英文是不是跟中文一样有很多的部首 对 你可以这样讲 自首或是自伪它其实代表不同的意思 嗯 其实某个层面上英文的自首自伪还比中文有 有规则一点 有规则一点 所以理解这些对于你在记单字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是 嗯 好 那 那接下来的话下一个下一个那个组别叫做电资啊 电资的话其实还是一样 如果我没有去查官方网站我也不晓得电资原来是这几个字 他们叫做电能与资讯组 我以前还一直以为是电脑与资讯组 对啊电子的资讯之类的 还是说电因三太子与资讯组 嗯 对 好 那所以因此电能与资讯组 那能量的话通常会就是 Energy这个字啊 但是问题是它的名称并没有Energy哦 对不对 那电力的话我们通常会写哪个字 Electric 或是Electricity 对嘛 Electricity是电嘛 对 我们台湾台湾的电力公司会写Type Power 就写Power这个字 Type Power就结束了 因为Power是能源 对啊 对真的 所以电力的话通常常会用Power这个字去代替 对 因此 记得一万块又来了 一万块又来了 一万块来了 因为很重要 因为一万块很很宝贵 所以来我们再请 Zavier老师念一下电资系的英文怎么说 Electric Power and Information Group 好 好 Information是什么 Information就是资讯 跟电脑有关系的 全男台一大堆科系都有 字 对 ,字很重要 对 资传 资管 资工 管资 对 以前叫 does 管理与资讯系 后来叫做公管系 对对 等于是说 那个字的话是 就是常常出现在我们学校的科系名称里面 所以这个主别叫做 Electric Power and Information Group 就是所谓的电能资讯组 第三个的话叫做控晶 就是刚刚讲的非常会抗争的 控晶的组的话 他们叫做什么 这个就不意外 叫做控制与晶片组 对不对 他们的官方文章上英文名称写什么呢 Control and IC Group IC就是我们常用的机体电路 Integrated Circuit 这个字我就再把那个字写在萤幕上 大家同学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字 IC 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机体电路 所以他们就是在做控制与晶片 晶片对 好 我又想要插题一下 晶片这个字 常常最近常常成为新闻上的话题 常常拿来做吵架的东西 晶片这个字的英文该怎么说 chip 对会讲chip chip本来的意思是薄片的意思 对 讲到chip这个字是邪恶的单字 原因是因为我们办公室常常会有很多chip 会增加我们的身体的体脂肪 这是大家的好朋友 对那是 对那是什么chip 那个是那个薯片 那是potato chip 对potato chips 对 potato or sweet potato 可能是地瓜的 或是在台湾还会有那个藕啊的 对没错 对 好 好 讲到这个我就专业了 讲到这个我就专业了 OK OK 好这是一万块的专业 那我之所以会想讲这个字 原因是因为它又是一个很邪恶的英文单字 是因为常常会把人搞混 是因为在在在英文里面的话是 它比较chip你会想到的是 你会想到的是薯片嘛 对 但是如果在英式英文的话 chip这个字是薯条的意思 哦 fish and chips 对对对对 fish and chips 是薯条的意思哦 可是问题是英国人吃的薯条 又是很粗的大的那个东西 对对 那结果呢 呃 结果在美国人的话 他们通常他们的薯条叫什么呢 french fries 大部分叫做french fries so白点就是fries这个字 对fries fries这个字 但是他们叫做french fries的话 是因为它那个叫做法式 法式炸薯条嘛 嗯 结果我有一个学妹 她跑去法国工作 结果她去法国吃到他们薯条 说哎 这边怎么薯条长得非常奇怪 我刚才说你不能跟他辩驳 因为他们才叫做french fries 呵呵呵 anyway 好 那问你一个冷门知识 是 什么叫french kiss french kiss就是有垃圾的 有垃圾的那种蛇文是吧 对 ok 好 总而言之的话 在英文里面的话就是说 呃 美国人的薯条叫做fries fries 英国人的薯条叫做chip 嗯哼 那 美国人的chip叫做洋芋片 就是薯片 对 对 那请问一下英国人的洋芋片该怎么讲 诶我看过诶 可是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脆 脆这个字 叫做chrisp chrisp c-r-i-s-p 不是chrispy哦 chrispy是形容词哦 chrisp 是 所以有些时候 说真的真的搞得我好乱 嗯 但是没有关系啦 因为我个人 诶可是这样讲起来 感觉有那种歧视的意味哦 基本上你只要知道那个美食的用法就好了 因为 比较常用是吧 没有因为去英国 台湾人跟美国爸爸关系比较密切 英国跟好吃的东西比较连不上边 真的吗 I'm so sorry 懂的就懂 所以你对英式下午茶并没有憧憬的事 下午茶我跟你讲 台湾的最好 对 据点 没错 嗯 面包啊 什么蛋糕啊 不要想太多 就是台湾的 没错 嗯 嗯 好 那所以因此的话 我们再继续额外拨3万块的经费的话 请一齐老师 Xavier老师 把我们这 电机系的三个组别的名称给念一下咯 第一个叫做 E店主呢 Medical Devices Group 好 那电晶呢 电能与资讯组呢 电资 对不起 对不起 电资 电能与资讯组呢 Electric Power and Information Group 好 以及最后一个控晶 控制与晶片组呢 Control and IC Group 好 那 工科的话就到这个地方维持 那电子系因为他们已经在 也没有再分那些组的话 我就先skip过去啦 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到 三管学院 三管学院的话 我们学校的话 把这个三管学院的名称也取得很简洁 英文名称叫什么呢 College of Business 所以听学校写的名称就知道说就是在这行列 对 商业 其实说应该讲说 College of Cocoa A lot of money 对 好 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组别的话 是名称改了好几次 以前古时候他们叫公管系 后来他们叫改美叫管制系 后来他们又改回到公管系 说来说去有些时候他同学叫做他们是什么系 他说他们叫爱睡觉要死啊 那应该是每个系都一样吧 真的吗 我呢 李老师的科系 上次那个教务处的同学问说 李老师你什么系的 我说我没应该要死啊 没应该要死 对啊 改考诠言说是教会要死的 ok 去才要死 去才要死 ok 好 公管系叫做工业管理与资讯系 来 又是一个一万块的讯息了 看一下这个名称 的确符合你刚刚所讲的 为什么要这么长呢 为什么这么长 对啊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好 一定有Department就是系嘛 对不对 那Industrial是工业的 跟工业相关的 那商管学一天到晚出现这个字叫做 Management 一天到晚要管理毕业嘛 对不对 然后所有的科系都跟 滋滋滋滋滋滋滋有关系 所以都会有那个key叫什么 Information 叫做Information 结果公管系下面又有公管组 对 公管系又有公管组 以及第二个叫做电子商务组 所以公管与电商 以前的话它有一个科管 不过那个系已经是 已经投胎到别的地方去了 好 那你就不管了 那总言之的话 那工业管理组 他们的简称叫什么呢 Industrial Management Group 好 Industrial Management Group 就是它就没有加资这个字了 就是Industrial Management Group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里面的公管组 那如果说是电子商务组 它取了个很简单的名称叫什么呢 E-Commerce Group 好 那什么叫Commerce呢 Commerce就是跟那个商务有关系的 是叫商务 对 所以它有一个形容词叫做Commercial 但是Commercial这个字常常又是当名词用 对 通常代表什么意思啊 广告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电视上的广告就是 Commercial C 我突然发现上次那个Benjo在他的Podcast里面讲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YouTube上面动不动插进一个大概 6秒钟的广告或30秒的广告 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 嗯 没错吧 嗯 会非常不耐烦 可是你知道在原本在电视上的法规 一个电视节目 一个电视节目 一小时电视节目它的法规上 它可以最多可以插进多少分钟的广告你知道吗 不知道耶 答案是10分钟 组组是10分钟 对不可思议你在看电视看一小时电视其中有10分钟是在看广告 对半小时的节目就是看5分钟的广告 对 可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它有10分钟5分钟广告 我们好像也 习以为常 可是我们不会看广告啊 我们都会跑去上厕所啊 你会看别台吗 对 或者看别台 或是去冰箱拿个什么东西 可是你为什么不可以在那个YouTube 他在播广告的时候去打开看别的影片 不顺手 因为他会 诶 对啊 你又跳回来 你又要从头看啊 不一样啊 反正你打开别的频道 当那边还是广告是吧 没有你打开别的频道 然后你回来 假设你这边已经看了1.5分钟了 然后你去别的频道再回来 他又要从零秒开始看啊 不一样啊 会吗 会啊 反正总言之的话 对我们而言的话 好像是YouTube上面的广告 好像是个很邪恶的东西嘛 对不对 本来就很邪恶啊 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比如说你去那个 去买Premiere 对啊 你去买那个 你坏下去了吗 那个爱奇艺 假设你爱奇艺 你就要花钱去用会员 你就可以自动 你不是只有跳过广告 你连片头片尾都要跳过一点 啊哈 对 现在时间很宝贵 开玩笑 应该不会是 那种追剧会切1.5倍数的吧 不会不会 这个我不会 OK 对因为 表示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年轻族群了咯 不是 因为那个帅哥的脸要花时间慢慢看 说的也是 最近 最近就是我不是说过 那个医学报导说 听说看帅哥的脸 可以 对 可以晒一个人的记忆力嘛 对 所以这个就知道 难怪双女中心办公室 为什么大家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因为里面只有一个男的 真的 说话不讲的 对 帅不帅又先不讲 数量太少 对 看起来已经造成 那种大楼永久性 不可回复的损害了 OK 真的 好吧 总言之的话 那个公管系的这两个主编的话 麻烦再请 Zabia老师再念一次 那工业管理组怎么讲呢 Industrial Management Group 好 以及第二个是电子商务组叫做 E-Commerce Group 好 那今天进行到我们的最后要介绍最后科系 把我们搞最短的数位设计学院的四传系 对不对 你数位设计学院的话名称叫什么呢 College of Digital Design 好 这个非常直觉 Digital Digital是什么 Digital就是数位的 Design就是 设计 对 就他们去念那个科系有觉得自己被设计了 OK 没有他们应该都是在设计别人 都是他们在设计别人 OK 你的直觉反应会觉得视觉传达的话 你会怎么想什么 我可能会想到visual art或什么东西的 visual 可是我记得他们就是非常 好像是非常直觉的 就是视觉 然后传达 然后设计 对 结果呢 来看一下官方官方网站的名称 我一样还是会把这些科系的官方网站 打在英文上QR Code 是 那请问一下四传系的英文名称叫做 Department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请问一下什么是visual visual就是视觉的 你的眼睛所看到的那个东西就叫visual 那它是一个形容词嘛 名词叫做vision嘛 vision 什么叫vision vision就是你眼睛所视到的那些区域 有可能是你这个你的胸间 你的视野 这个字听起来也很高大上你知道吗 对 或者是是一个你的你的理念 理念 对 vision 对 事实上那个字是幻觉 不要再讲了 OK 好 总而言之 让我们把我们搞得很乱的东西是 请记得我讲三遍 创色不是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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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传系不是产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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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一样的 产色系是产色系 嗯 四传系是四传系 总而言之 乱该要死 四传系目前为止在官方网站上面写的 它有三个主别 一个叫做商社 对 一个字叫动画 一个字叫创色 那商社的全名叫做商业设计 对 那动画叫做动画设计 对 所以他们都被设计了 那创色我都猜不出来 这个就真的很深奥 叫做创意生活设计组 他们不是创意被设计的 他们连他们的生活都被设计了 对不对 嗯嗯 好 那我们分别说商业设计组的英文名称叫什么呢 commercial design group 好 commercial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商业的 商务的商业的 好 那动画这个字呢 动画设计组叫做 Animation design group 好 Animation design group 所以非常多的跟动漫有关系的话 其实他们都会写 A-N-I-M-E 常常会这样写 对 anima 对 对 常常很多的社团会取这个名称 因为以前我到底实在我是动漫社的 哦真的啊 我动漫社的OK 漫画是生命OK 那是真的 初音我老婆 一定要 我大学时代所看 初音已经被别人取走了 你已经low掉了 那他们是假的OK 那个我对初音才是真心的 OK 那个不是初音 我大学时代所买的单行本的漫画 叠起来已经是我身高的两倍高了 我全部放在两家 我也一正贵 我大学时代所看过的漫画 远超过我看过的英国文学 那能比吗 开玩笑 能比吗大哥 对嘛 英国文学是什么 英国文学是什么东西 那能吃吗 不行 are you kidding me 什么莎士比亚 那个猪头会用莎士比亚去写博士论文 宁可去 你同样好意思 我一只语射 OK 谁叫我们找那个老板 对啊 这个策略上有问题吗 OK 好 anyway 那我们看一下说 如果说动画设计组叫Animation Design 是 最后一个叫做创意生活设计组 他果然这个生活是被设计的 事实上我在那个视传系的官方网站上 并没有直接看到他写这个系的名称 所以有空的话 请各位同学去托梦给你们系主教 说你们官方网站上把你们忽略了 要补强一下 他的 等一下哦 科系上面的各种学程的话 他们叫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叫Program 对 学程Program的话他们叫Program就是学程 所以结果在他们应该说你们对不起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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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最近我在课堂上都有很多口音快打你知道吗 就是问学生说因为有人称大名词嘛对不对 他就说我跟你叫做你们还是我们 我们对嘛那你跟他呢 你们啊我跟他呢 我们对嘛啊他跟他呢 他们对对对对 有些同学光是这件事情会想一下你知道吗 可是你在讲这个我突然想到你应该上课要跟他们玩那个 你看过那个天才冲冲冲吗 天才冲冲冲 许哪里那个 对对他们有一个tempo就是会玩我们 你们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们玩这个顺便学一下 有些时候问学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反应都是 蛤 蛤 蛤 再来啊 蛤 对 好 总而言之 你们 我们 自传系的官方网站上面的话并没有直接写得很清楚 但是在图表上面有这个名称 创色系的时候 所以说 假如是说这个组在 主要从事的工作 请问一下这个组的名称应该可以叫什么名字呢 market planning group 好 market planning group 或是market planning 所以换言之这一组的话就是跟市场跟行销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对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分组 概念是很像 希望里面的同学都过得非常快乐啦 就是以后会想办法要四件棒的东西然后拐我们就花钱的家伙们 其实我最近教那组的同学都讲说你们有空的话还是多多看看小说吧 因为世界上大家都不善于描述东西 因此我们要卖东西要描述东西的时候通常会把这个工作给外包嘛 对不对 我就跟学生讲说 不好意思你们就是别人外包的对象 别人也会把这个工作外包给你们 对 所以坦白讲有空还是多多看看文字吧 对对 真的真的真的 好那非常谢谢Xavier老师今天很辛辛苦 就听了错我们今天花了非常多的下的种枝 然后聘请了最昂贵的英文发音人员 不辛苦啊今天捞了好几万 真的 请问一下的话Xavier老师你对于尤其是大三英文的同学的话 你们在于他们期末做简报之前的话 也没有哪件事情要叮咛他们的 要叮咛他们的啊 一定要提早准备好啊 真的 不然就是你本来上台就会紧张了 然后你又知道自己不太熟 是 那就会一整个崩溃到手一直插 这样子对 看了我们都于心不忍 我常常喜欢讲说不要让你的第一次成为变成你的最后一次 不会啊 第一次怎么会是最后一次 可是对很多 可能明年也有再来一次 OK 呃这个学习的最后一次 真的因为我常跟同学讲说你是原厂第一考照欸 哦对 对啊 练老师就是那一部 头影幕就是那个现场桌子 就是连观众都已经是可预测的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不事先练习呢 对 真的甚至我都鼓励他们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利用那个下课就是没有课的时间 在原厂第一练一下嘛 嗯 对啊拿手机拍拍去练一下自己讲话的样子 我觉得其实有练一定都有差别的 我其实我的班啊 我会给他们分数是上台演练 我会设计一些活动让他们上台 是然后上台 但是呃很多同学还是欧包很重 嗯嗯 对他可能就或是他就觉得说 反正我到时候期末不得不上嘛 那到时候再说 但是我觉得 对就像李老师讲 你为什么要把 你的希望寄托在这么虚无缥缥的事情上面呢 嗯嗯嗯 对对对 好啦总而言之的话 那今天因为资讯量比较多一点 那所有的每个科系的单元的位置的话 其实我都会分别飙上时间嘛 所以的话大家的话 呃不想从容到尾 听我们讲40分钟的脸下尾的话 你就可以去根据你的 的那个timestamp去跳到你要的部分哦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的好伙伴 Zabia老师来跟我们一起上节目 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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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